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半夜三更他独自一人走在纽约的平民区里 布里克威尔告诉自己不要害怕 但这不是要证明自己多么勇敢 而是他需要别人帮助的时候 当他思想的时候后面的脚步声越来越大 他看到前面的街角有一个警察局 他举步奔向警察局 从此不再有人敢在他的身后作怪 每次他到这里出夜诊 总有一个高大的警察陪着他 真是感谢主 1857年 当他在纽约成立世界上第一家的妇幼医院时 围绕在医院外面的不是公贺的花圈 而是成群的暴民 他们喊着说 我们可以相信你人 但是不能相信你医生 有人喊着说 你人开的医院是会害死人的 有人说你人的头脑不清楚 只能看病呢 当众人快要把医院的大门给撞破时 那个高大的警察出现了 他说我亲眼看见布列克维尔医生 医治了许多人 这时候 群众才逐渐安静下来 这个警察随后又说道 何况我们进了医院 我们的生命是在上帝的手中 而不是在医生的手中 布列克维尔是人类历史上 第一个取得医学学位的理性 也是第一个取得医学证照 开业行医的女医生 他成立了世界上 第一家的妇幼医院 纽约妇幼诊所 并且在1864年的事业史上号 他在纽约又成立了 女子医科大学 1869年 他又在英国成立 第一家的妇幼医院 叫做伦敦女子医学院 在20世纪初期 有许多杰出的女医生 都是布列克维尔培养出来的 在他之前 医生是懒人的潜力 在他之后 世人看到女医生也不会稀奇 因着布列克维尔医生 普世的医学院才招说女学生 布列克维尔这个名字 已经是女人也可以成为好医生的同意证 但是有谁知道 布列克维尔当年 为什么要投入这一个 没有女性领域的职业呢 在19世纪的初期 女人除了结婚生孩子之外 几乎没有其他的工作机会 女人只要学习弹琴 唱歌 女红 烹调 不需要念太多书 但是布列克维尔的父亲 不这么想 他认为对一个女孩而言 生命也是一场值得磨练的探险 为此 教育是让女孩子去探险的基本装备 如果缺乏 教育就丧失机会 他有五个女儿 四个儿子 但是他依然照顾每一个儿子 跟每一个女儿 布列克维尔生于1821年的2月3号 在五个女儿中 他排行第三 当时父亲请了家教来家里 教五个女儿 德文历史文学音乐 老师对于布列克维尔小时候的评价是说 布列克维尔像是一只小老鼠一样 中日停不下来 他老是觉得老师教太少 不够他学 他常常讲说 我如果是个男孩子就好了 1835年 这个好学的家庭 遭受一个非常大的打击 父亲经营的炼堂厂 遭受火灾 整个工厂互置一具 父亲只好搬家带 我还有之后的心心那体 重启炉藏 布列克认为 在这个时候 认识了邻居的一位 叫做比萨小姐 两个人成为终身的好友 比萨小姐后来嫁给一个牧师 叫做斯托牧师 比萨小姐在1852年 写了一本居室无名的小说 叫做汤姆叔叔的小屋 各称之为黑奴玉天鲁 1840年 父亲病逝 堂厂也因代务而造抵押 布列克威尔就开了一所小鞋 加一些鞋生来维持他的家计 并且负责教育他的两个妹妹 他是做什么事都千里以赴的人 因此很多人把小孩带来给他教 当时有一个学生的家长写道 这个老师有一种特殊的魅力 他一上课 所有的孩子就会乖乖地听他讲话 在这期间 有一个年轻人向他求婚 他想了几天以后 他拒绝了 他总觉得 他该去完成一件任务 只是他还不知道 这个任务是什么 1845年 布列克威尔在工作之余 去念试给一个病重的老护人听 有一天 这个老护人说 我常常在想 为什么这个世界 没有你医生呢 如果有你医生 我的病因一定可以早一点诊断出来 也不会拖到如今 布列克威尔顺口说到说 对哦 为什么没有你医生呢 一定是没有理性去念医学 隔天 这个老护人又重提这个话题 并且定睛看着布列克威尔 老护人说 你是读医学的人 布列克威尔吓一跳 说我 我去念医学 我从来没有想过 要背一大堆的骨头的学科 那太无聊了 老护人有智慧的达到 说 如果你愿意将你的医生 投入一个非常关键的位置上 那你就需要把对医学 肤浅的看法放在一边 那一天 布列克威尔在夜里 在日记上写下这一段话 并在末聊写上 在我的头脑里 忽然有一种说不出的盼望 开始地生长着 布列克威尔 把他的想法告诉周围的人 却没有一个人 印证他的看法 因为当时世界上 没有任何一个女医生 医学院只收男生 只有一个马车夫支持他 说要成为医生 那要有很多的勇气 但我告诉你 你很有勇气 当布列克威尔 决定向未知的医学生涯 踏出一步时 其实下一步也为他而开 他听说在 北凯罗来纳州的 亚斯比利镇 有一个迪克逊牧师 他曾经是一个 非常杰出的医生 并且乐意帮助别人 他除了在教会幕会之外 他也开设了一间女子学校 布列克威尔就前往 该所女子学校 他担任老师 他起初所教的课程 是音乐 也教阅读 顺便跟迪克逊牧师 学习物理化学跟解剖学 布列克威尔 不眠不休地念书 他晚上经常 胡在书桌上睡觉 迪克逊牧师写道 如果布列克威尔 进到医学院念书 他将让其他的写生 感到羞愧 因为他们念书 太松散了 两年之后 他开始向著名的哈佛大学 宾州大学 伊鲁大学等医学院 申请入学 结果前遭拒绝 理由都是一样的 医生是一门艰辛的工作 不适合理性 有人答的 有些要答说 无先例可行 杰克逊牧师建议他 要申请一所名不见金传的小学校 念医学院 因为夜市有名的学校 也在乎社会对他们的看法 反而是无名的小学校 比较有弹性 果然 1847年在纽约市郊的日内瓦 医学院 录取了他 这是一所很小的医学院 主要是训练一些农家的子弟 或者是转行的牛仔 到乡下担任医生 不久这所医学院的老师就发现 每次上课最早来的 下课最晚离开的 每课成绩都是第一名的 就是那个唯一的女生 寒假时布列克威尔到 建议里面去当医生 这是他唯一可以找到实习的地方 布列克威尔这时候给母亲写信道 当别人嘲笑我 我就更坚信 成为医生是我的责任 我相信总有一天 上帝会让世俗的眼光移开 让他们认识 女人也可以成为第一流的医生 不久 他发表 颁诊三寒的院院女医治 并在1849年 取得医学的学位 毕业之后 他申请前往法国的 马德纳医院实习 又遭季节 布列克威尔写道 我认为伟大并不是自己要完成什么事 而是肯为别人的言辜 屈究小事 他虽然无法进入这所医院实习 他就以实习的护理人员的身份 进入该医院 被分化到婴儿房工作 马德纳医学院 马德纳医院是当时 法国最著名的医院 光是妇产科一年就接受了 三千个婴儿 布列克威尔不久就获重用 却也遭受人生最大的打击 1849年11月10号 布列克威尔一早醒来 就到病房为一个患有 中午结合莫隆的婴儿滴眼药 由于病房的光线太暗 他把婴儿抱得很近 才能够给婴儿点眼药 没想到这个婴儿一挣扎 他把一些的眼液 就滴到布列克威尔的眼内 布列克威尔当时没有注意到 他还继续工作 印着这个疏忽 一个星期之后 布列克威尔的右眼也瞎了 对了一个一心想成为 医生的布列克威尔 这是何等沉重的打击 他回到家中有几天之久 他把自己关在房内 他又哭又笑 他的母亲甚至担心 女儿是不是打击太大而疯了 布列克威尔他后来写到 人生是不断往前的一条路 我留在飞机的情绪中太久 才是真正的悲剧 无助之时 我才体会那个更高的呼召 是我最大的帮助 致连不过是从水里冒出来的泡泡声 我已经习惯 不让泡泡声影响了我的一生 1851年 他再到英国的圣巴多罗医院 接受当时最著名的医生 被吉特的指导 布列克威尔写成龟口画 在纽纽约市的第11阶职业 当时没有一个病人上人 他就主动的出级到处为人议诊 并到教会期演讲 医学讲座 他的题目是 你还健康教育的法则 后来讲稿成书 广泛流行 深获好评 他又提出来 你性的细心与爱心 是成为好医生的特质 也逐渐的被一些人接受 他的演讲邀约 开始来自世界歌主 只有一只眼睛的他 一上台精神抖擦 这是一个热爱人生的火标本 他到晚年才渐渐明白 如果没有瞎了一只眼睛 他可能一生只做一个外科医生 但是瞎了眼睛 是使他转为医学教育 而培养更多的医学生 当一个医学教育家 钱是少赚的 但是对普世的影响却更大 他后来写到 热情的人有一个危机 就是靠着热情往前冲 而停不下来 以致失去了真正的目标 人应该偶然停一下 冷静的思考 布莱克维尔到处演讲 医院应该像个家庭一样 有快乐的气氛 帮助病人看护 有着花言 柔和的音乐 充足的阳光 并且有人来为病人念诗 因着喜乐的心乃是良药 因此 在医院里面 可以实施这些措施 他也呼吁 让黑人也可以接受 护理与医学教育的权利 在他的护佑医院里 他首先聘用黑人的女护士 并且拒绝以肤色来 区分病人的待遇 并且 他在一本书中所提出来的 如何保持居家的卫生 他写道 成为一个医生最大的责任 不是指在医治病人的疾病 而在保持人的健康 一个医生怎么看待贫穷的病人 是区分一个人 是医生还是医匠的观点 真正的医生肯定人的价值 在医匠的眼中 病人只是消费者 医生看得是生病的人 医匠看得是填病例的表 要成为一个真正的医生 不只需要专业的学士 还需要信心与勇气 1857年 布列克威尔出版的一本书 非常有名 叫做《幼童的道德教育护母的指南》 在这书里面他写到 放纵孩子有性行为 对孩子的道德教育 是一件很大的摧残 孩子知道守身自爱 是道德教育的基础 但是也要教孩子 信是难以双方自然的吸引 不完全是罪恶的事 性有罪恶 在于性可能成为 控制人行为最大的动机 性的吸引力 应该是由正确的道德法则来引导 他也写到 孩子的性教育 不应该只讲性技巧 性病防治 更应该讨论性的伦理观 布雷克威尔开启了 普世的女子医学教育 对于普世的女子成为医学人员 有非常重要的贡献 他是第一个先锋 1910年5月30号 布雷克威尔病死 他在临死之前 他写到 因我所做的逐渐的消失 但有更多的女性 是为着上帝 与人类 投入了医学工作的领域 主耶稣我深深的感谢你 当我在朗读 早期写了这篇文章 布雷克威尔 如何成为普世的第一个女医生 他受到多少的打击 受到多少的误会 受到多少的危险 受到多少的嘲笑 甚至当中 要成为医生的时候 他还瞎了一只眼睛 依然持续往前 他在纽约开了最重要的 第一家的女性的医院 也设立了女子医学大学 培养女医生 今天在21世纪 我们回头看 医院里面有很多 女性的医学人员 我们不得不佩服他的贡献 以医生成为众人的祝福 主耶稣我真的是为这个 你医生而感谢主 亲爱主耶稣 这个见证也在是提醒我们 任何的病人在医院里面 所诊断的结果 不是在人的手中 而是在上帝的手中 上帝就知道怎么安排一个人 在医院里面所受的治疗 有多少是真正的医治 有多少是得到医治 有多少是无法医治 又回到主那边 主耶稣一个人的一生往前去 不是因为他没有挫折 不是没有失望 而是有更高的护照 在他的心中 使他越过的失望和打击 仔细地往前去 主耶稣我感谢你 当我在重新在朗读 这个文章的时候 我也祈求主把那个呼召 放在我的心中 让我在难走的时候 还愿意往前去 成为周围的人的祝福 我不知道这样要走多久 我不知道后来的结果是什么 但是我相信 主有你的带领 你有你的旨意 你所做的不会有错 我要为此献上 感谢仰望和祷告 我这样祷告 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